为了保障乡亲赖以为生的交通动线 提供完善便利的渔产运输通道 县长徐真卫今天亲自前往寿丰乡 会堪农路 并提出相关修缮建议 期盼尽快办理施作 减少乡亲出入不便 让渔产能够顺利运销 县长徐真卫在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 共和村长黄建辉 以及多位地方士绅的陪同下 实地走访共和村 于池75-5号周边会堪农路 以及排水沟设施 建议施作改路短约700公尺平整修缮 以及转弯处改善约20公尺 县长也指示农业处妥善规划设计 务必改善崎岖不平的农路 以及排水问题保障农民权益 如果爬的时候这台不要抛薯 这台不要抛薯 所以在这个黄村长的这个陈情建议 那今天由陈淑文处长来带队 来到我们寿风来进行实地会堪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 第一个因为土地是国有财源署的 还有涉及一些这个私有土地 所以第一个是国有财源署的 这个我们先请教国有财源署 是不是愿意让新政府来把路面来改善 那另外是私有土地的部分 我们也会争得这个土地所有权人同意 那我们把整个路面拓宽一起改善 希望在这个未来台风季节不会再积水 让这个乡亲能够有一条安全的出入的道路 县长许正伟表示 这一次视察主要是关心 鱼业养殖区旁的农路未平整 以及地窝路面经大雨后有淹水之困扰 经在地村长提出建议案 县政府团队立即前往实地会堪 因土地归属涉及国有财产署及民间私有 县政府也将积极沟通取得同意后 进行相关的拓宽及修缮 避免汛奇再次造成淹水 也让乡亲有安全出入的道路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记者林杰黄兰